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忠诚 其他人还是对你心存戒律 所以我才会同意 丽元科长对你进行调查 我明白您的用意 也理解丽元科长的做法 但是我对新政府的有些官员 非常失望 你是说苏市长 在您面前我不敢有所隐瞒 苏市长的做法 确实让人寒心 事实证明是他信任的人 背叛了我们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土飞元将军 对他已经很不满意了 将军 这个重大的机密 您不应该告诉我 我已经跟梅先生商量过了 在下一届的政府当中 你将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这些信息 你应该有所了解 多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将军 将军 有个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 有什么事情 你尽管说 现在上海的物资供应 越来越紧张了 尤其是药品 还有一些紧缺的商品 为了这个事情呢 我不得不跟黑市 还有一些外国的商人 在交易 这件事情 我听说了 可是特高克还有警察局的人 一直在打压他们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恐怕很难完成 您交给我的任务了 我明白了 我会通知特高克和警察局的人 今后对供应处的一些交易 他们不得干预 谢谢将军 有了您的支持 那我就放心了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事情都处理完了 再说了有魏萍在那帮我盯着 我放心 魏萍不是你的秘书吗 从今天开始啊 魏萍呢担任我的处长助理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处理的事情由她全权处理 那不是相当于 副处长了吗 以后啊 副处长这个职位 就不再设置了 魏萍跟了我这么久 也该把她往上提一提啊 那倒是 对了 今天有人看到你跟子牧 去美国领事馆了 听谁说的 王太太在美国领事馆办事的时候 看见了你们 回来跟我闲聊的时候告诉我的 是这么回事 我跟子牧商量好了 让她去美国打理家里的生意 可是没想到 她一到领事馆又反悔了 你没有责备她吧 我说了她几句 她一生气 自己就一个人溜了 子牧要是不愿意出国 你就不要再逼她了 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吵架 可我这也是为了她好啊 你让她自己做决定不行吗 再说吧 真是讨厌 真是讨厌